也許我沒有說要講話 是剛剛我們主席議 農委會主委陳其仲速度哽咽 將近20秒說不出完整一句話 卻因為立法院並按審查 農業部組織法草案出委員會 讓他很感動 這個歷史時刻有各位的參與 那真的感到非常的光榮 未來農委會升格農業部 陳主委將變成部長 但眼前雞蛋豬肉產量和價格問題還在燒 豬價一年上漲超過三成 有續產公司表示 豬肉價格下不來 因為有炒作成分 提到養豬大戶趁價格好 刻意把豬養胖又不如其交貨 才會讓價格往上推 但對此豬農駁斥 豬價拉高是因為豬很缺 但上禮拜豬價飆到百元 豬農也很意外 中央想幫豬肉降價短時間內未必有解 協會認為至少要到中秋節後才可能回穩 另外不只豬肉 雞蛋也還是缺 雖然本週蛋價沒調漲 但傳出產地價美金飆破62元 學者建議應該重啟2013年 雞蛋分級計價制度以利產銷調節 但國內雞蛋現行產銷 絕大多數人以塑膠蛋箱運銷為大宗 但農認為香蛋的散裝蛋都沒分級 分級標準難訂定之外 各通路的要求規格也不同 怎麼做得有更多完善配套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